你对我的爱有没有追过 你的爱心门有没有为我开过 我对你的爱真的太累了 不爱我早点说 别让我的爱迷茫着 分手不说谁对谁错 两个人有三十天中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爱情说话 它带你来骗我手渴望的有可能有希望 我没有说话 祝你做个幸福的希望 张云雷唱完了 对 其实这孩子很诚实 他最爱干的事就是说谎 所以唱这么一歌 我还以为是别的呢 武周童老师 您从专业的角度点评一下 我觉得他的声音很好 就是有一种又绵 但是又有韧劲的那种感觉 就特别适合唱情歌 这首歌很适合他 非常适合 唯一的就是节奏方面 就是还是不够自由 就是虽然这首歌曲呢 你一定是要去把它 这个节奏把握好 但有的地方 你要自己要去展开一点 太中规中矩去卡那个点了 那这样的话 这首歌就那种感动的东西 就少了很多 所以有时候呢 我觉得一方面要找节奏 另一方面要忘记节奏 这样这首歌才会唱得更好 好极了 谢谢吴老师 谢谢 孙先生 因为他跟那个 刚才唱歌的那个 那个才女啊 是不一样的 因为才女是学的音乐 现在又是在搞音乐创作 我们这个张云雷这个小朋友呢 是相声演员 能学唱歌曲 能学到这个份上 真是不容易 非常好 这个郭琳的歌呢 我想特别想给大家 请教一下吴周农先生 就是我听到这个歌啊 我老觉得是那个 很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这是为什么呢 这首歌 我一听就是 像爱情买卖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这首歌是你的原创的 但是我 我不相信郭琳 你平时喜欢听这样的歌 这叫 用我们的话叫口水歌 当然并不是说 口水歌就不好 它可以让很多人喜欢 而且流行的很快 但是在这个舞台上 如果你要去原创作品的话呢 我总觉得你应该 创作一些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而不是说 可能这项歌 更适合什么什么样的东西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那么接下来 请三位裁判 亮牌 恭喜张云雷 我们也希望郭琳 出更多的好作品 谢谢 安住了 真好 大回去吧 快大回去吧